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篇叫做姬明 讲的是汉朝的时候啊 有一个怪现象 就有一群人不知怎么地 他就有钱了 发财了 然后不知怎么地 他就犯罪 被砍头了 就这么一个怪现象 那其中呢 就有兄弟五人 他们原本身份很卑微啊 穷困潦倒啊 家徒四壁啊 这吃也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 身上穿得破破烂烂 但是有一天 老天爷给机会了 兄弟中有一个人 给皇上当了侍卫 就这么一个人当侍卫啊 其他人都沾光 兄弟五人 全都发财了 有钱了 就一爆发户吧 这一有钱 不得了 这房子也换了 给他装上这个特大特高的门 你说人也没长多高 装这门要干嘛呢 就为了现负嘛 这门呢 漆上这红色的油漆 看起来就喜气洋洋的 房子里面更不得了啊 这屋顶上铺上铺银瓦 这白天看起来一反射 金光闪闪 房子里面就镶嵌了一些宝石啊 钻石啊 金子银子啊 珊瑚啊 猫眼石啊 这乱七八糟贵重物品 到了晚上 不点蜡烛都灯火通明 为什么 大概还相当夜明珠呢 你说这么亮怎么睡觉啊 就戴着眼罩睡吧 弄得那么麻烦 反正有钱嘛 就有一点开着冷气 穿着厚外套那种意思 反正兄弟五人 过着富裕的生活 说这一天 兄弟中其中一人犯罪 这犯罪得砍头啊 他说兄弟五人嘛 听到这里兄弟犯罪了就赶紧的 跑吧 他说 怎么不救他呀 他们几个呀 听到兄弟犯罪 都怕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 冲击自己的地位 就赶快划清简线 说我不认识他 我跟他不熟啊 他 我们不是亲身呢 连这种话都讲出来了 到了鸡鸣的最后一篇 就引用了一首民谣 这民谣是怎么写的 桃在鹿井上 李树在桃旁 虫来灭桃根 李树带桃江 树木身相待 兄弟还相望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在鹿井旁有一棵桃树 这桃树长得多好啊 桃花开得很漂亮 但是有一天 有一只虫 让他咬着桃根 这虫身上带着感染病 有细菌 这一感染着桃树 桃树就得死啊 李树在旁边看到了 他一想 哎呀 我不信任吗 这桃树兄弟死于非命了 就把这根伸了过去 这虫一咬着李树的根 李树就死了 李带桃江 江就是死的意思 你说树木都有这种 替人受罪的情谊 兄弟之间却倒然无存啊 这种民谣也是在讽刺 这兄弟五人的冷漠心肠 后来李带桃江 这个成语这么流传下来 他的意思是原本指兄弟互相扶持 互相帮助 到后来 秉申为替人受过 待人受罪的意思 好 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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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